经常搭高铁的人总是要遇到列车误点非常的头痛 因为常常到了车站才知道 要退票也不是只能在车站傻傻的等车 而未来使用高铁的APP有多一个新功能 就是通知误点的功能 要是高铁发生营运异常或者是延误了 旅客在第一时间从手机的APP就可以知道讯息 这个新功能预计最快在6月就会上路 搭高铁南来北往相当方便 除了现场买票跟网路订票 也有许多人会使用高铁APP 现在的高铁APP有订票案查询时刻表的功能 不过在未来如果你下载这个APP的话 即使发生这个列车误点也不用点开页面 因为它会把误点讯息直接跳出来爆火力灾 对我们快速的获得讯息 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 对啊就是可能可以及时知道 然后可以控制一下自己的时间 现在搭乘高铁要是发生误点只会公布在网站上 要是没有及时上网很容易人到了车站 才发现没车可搭耽误许多时间 未来手机下载高铁APP将会多一个通知误点的功能 要是发生营运异常或是延误 旅客能在第一时间得知讯息 新功能预计下半年上路 高铁去年10月涨价后就常被民众抱怨 品质没有随着涨价提高 去年比较严重的误点在11月供电异常 影响三万两千人 12月转车器出状况影响了一万一千人 今年2月份在新竹道苗栗路段 也出现列车动不了 影响五千旅客的事件 就在前两天台北的转车器又发生讯号异常 影响两千人 现在新的APP功能还在研发当中最快六月实施 尽管又是一大进步 不过对于旅客来说还是不要误点 比较实在